2009莫拉克八八风灾为例 以原建之一的高雄山林园区来说 此季在灾后88天立即动工 更是众志成城在动工后 88天就让受灾相亲入住 这个88写下的爱心奇迹 背后的成本以所有此季原建的大爱村来说 包括山林、新来役、长治以及玉井 高树、满洲这六个大爱村 整个建筑成本的硬体设备是30亿元 但是志工的无形成本也算给您看看 志工人力从风灾之后到2013年 所有大爱村入住完成 是动员了40万1,150人次 人力成本达3亿2,092万元 膳食费3,700万元 至于往返交通费则是1亿7200万元 都是由志工自行负担 吸收自掏腰包 总计无形的成本是耗资5亿2,992万元 只为了给88受灾相亲一个安全入住的家园 而如今的山林园区已经是台湾重建经验 海外贵宾参访台湾交流的重点之一 菲律宾重建委员会远道来台参访高雄山林大爱园区 住户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到屋里参观 分享能够住在这里的喜悦 我们真的是抱着非常感谢的心情 生活啦 还有对于未来都有比较有介入家境 我觉得在这边就算是有台风下大雨 我不需要担心说是不是会有土支流 2009年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 为了让受灾相亲能够安生 此季汇聚各方爱心兴建山林大爱园区 灾后88天动土 并在动土后88天落成启用 相亲欢喜入住5年多来 不但安生 安生 也让文化在这里传承弘扬 原来自己的文化这么美 然后就透过这样的学习 然后教学DIY 然后让这里的国小跟这里的生活都连成一片 此季善用每一份爱心 让需要的人找回希望 不论走到哪个角落 居民在这里安心生活的样貌 深深撼动菲律宾贵宾的心 而他们也希望借尽这里的经验 让重建后的菲律宾也能欣欣向荣 大爱新闻 潘映珍珍瑞萍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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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